水煮肉片很多人都喜欢吃 今天这个做法更适合家庭操作 简单易血关键是还好吃 麻辣鲜香肉片滑嫩下酒又下饭 保证让你一看就会 学会你也是大厨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一块猪瘦肉 最初选择离击肉 放在冰柜稍微冻一下这样更好切 接下来改刀先切成大块 再顶到切成厚厚的薄片 厚度大概在一块钱硬并的厚度就可以了 切肉片一定要逆着纹路切 这样吃着不塞牙 而且腌制的时候还不易碎 切好装入清水中间浸泡上 去除肉片里边多余的血水和腥气味 这样做出来的肉片颜色鲜亮不会发黑 接着准备小料 大蒜稍微多一点 先拍破然后再剁碎 生姜一小块也是同样先拍破 然后再切碎 这样在炒至的时候更容易出香味 小葱一根把葱白部位切成丁 和姜蒜放在一起 用来枪锅的时候用 葱叶切成葱花 再准备点自己喜欢吃的素菜清洗干净 接着把浸泡过的肉片清洗干净 捞出几干水分 简单腌个底味 放入少许的盐 小半勺的胡椒粉 尿酒稍微多一点去腥 一点点的脑臭上颜色 抓拌之看不见汁水肉表面起黏 成这样的效果就可以了 接着来获关键的面孔 蛋清面孔 这样可以使煮出的肉片更加的滑嫩 鸡蛋新一个 再放入30克左右的土豆淀粉 搅拌均匀 搅拌至这样的酸奶酿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腌好的肉片抓拌均匀 拌匀以后再放入少许的色拉油 这样防止粘连 食材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起锅先把锅烧干 然后放入少许的葱油 油热后下入适量的干辣椒和红花椒 扁炒出香味 接着下入控干水分的蔬菜扁炒 放入少许的盐条底味 当然口味偏轻的可以不用放盐 炒出后装入汤碗中垫底 接着另起锅 再次放入适量的葱油 和少许的猪油提味真香 油热后下入10克左右的皮鲜豆瓣酱 炒出颜色炒出香味 接着下入葱姜蒜炒出香味 从锅边烹入料酒稍微多一点 这样可以驱除豆瓣酱的生抽味 而且炒出的颜色还更加的红亮好看 有食欲 再放入5克左右的辣椒面 增加辣味和红亮的颜色 当然不喜欢吃辣的就不要放 再从锅边烹入适量的生抽酱油提味提鲜 少许的老抽上颜色 再放入10克左右的火锅底料 炒出颜色炒出香味 把酱汁稍微多翻炒下 这样香味更浓郁 然后倒入适量的开水 或者是鲜汤 开锅后保持大火熬至三分钟 熬出香味 然后用米粒打去多余的料炸不要 再关小火像这样 把肉片一片一片的放入锅中 这样煮出的肉片成型好看 不易粘连 而且口感还吃着更加的滑嫩 全部下碗后 先静止10秒钟左右 待开锅后再用勺子慢慢的推动 让其受热均匀 煮至的时间切就不要太长 开锅后煮至40秒钟 然后倒入汤碗中 这样吃着的肉片口感就最好 然后再一次放入蒸香料 葱花蒜末 炒熟的白芝麻 适量的香油和花椒油 另起锅把锅烧干 放入适量的葱油和少许的猪油 再准备适量的干辣椒炖和红花椒 油温烧至六成热 然后浇入激发出香味 最后再次撒入小葱花 美味集成 这样一道滑嫩鲜香 麻辣入味 下酒下饭都不错的 水煮肉片就做好了